精彩生命之星星茶工坊 海离家族的小伙伴们 欢迎回来海离家族 春天在这里 我们看到远山静绿的颜色 那是春的语言 不仅让人眼前一亮 想起了那一首 提大林寺桃花 白居易 人间四月 方飞尽 山寺桃花 史盛开 长恨春归 无觅处 不知转入 此终来 一切的美好 都在细声细语 呢喃着 正如咱们六百国际台 海离家族 与星星茶工坊的小伙伴们 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正在不断地传送着 不断地鲜花盛开 节目播出之后呢 我们是收到了 很多朋友们的祝福与期许 那今天 我们还是一起走进 六百国际台 海离家族特别节目之 来自星星世界的你 今天和大家见面的 是我们的浩青 Tim 有请Tim 大家好 我是曲浩青 我的小名叫亮亮 我的英名叫Tim 我来自中国 来自北京 在学习查语之前 我的情绪非常混乱 焦虑 不安 急躁 好动 无法安静下来 在2019年 我遇到了孟希老师 他开始一点一滴的教我洗茶 他首先知道我要安静 慢下来 心要放在茶艺上 他说 茶艺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慢 不要快 练的是丹田一口气 在洗茶的时候 身体要坐直 心要在茶艺上 只要你心收回在茶艺上 你泡出来的茶就甜 不色不苦 如果你心没收回在茶艺上 那你泡出来的茶就又苦又色 刚开始时 我无法按照孟希老师的要求做 动作快 心也不静 注意力也无法集中在茶艺上 孟希老师一直非常耐心地指导我 后来在疫情期间 孟希老师通过视频告诉我 要气沉丹田 动作慢下来 心要集中在茶艺上 在孟希老师坚持不懈地鼓励与指导下 两年多来 我一直不间断地坚持洗茶 同时是在修炼我们的心 让自己变得安静 缓慢 不焦虑 助力集中在茶艺上 坚持洗茶 让我的情绪得到极大改善 现在我已经能非常安静地 按照老师的要求 缓慢熟练地洗茶 同时也做到气沉丹田 注意力集中 孟希老师不仅交给我和同伴们洗茶的记忆 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找到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 让我每天的生活更加充实 帮助我生活的更好 通过孟希老师教我茶艺和玉华老师教我英语知识的学习 我发现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我现在差得还远着呢 我还要继续努力 感谢孟希老师和玉华老师的指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